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我们访问到了谢明辉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是不是可以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华师池艺术协会理事长 警察资深 从事这个资池创作行业 已经有三四十年历史了 那您是师池创作协会理事长 对 中华师池艺术协会理事长 艺术协会 那真的不简单 那您今天新书发表会是有关诗词的部分吗 您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这本的诗叫做火茶残香 现代诗的诗题 大概有85篇文章 新诗了 那火茶残香的这个诗本呢 就走读也通 诱读也通 正读的就火茶残香 那倒读就香产茶火 那我把这首诗的诗讲给大家听一下 火茶残香 火在天香 色罪十方 渡方生舍 火茶残香 西天无忧 幻境神游 新城无我 香产茶火 火茶残香 空亦色 香产茶火 色亦空 五蕴皆空 无挂爱 六寿从来苦二生 这是我对火茶残香的注解 哇 谢老师 我刚才听了 我都有一点陶醉了 您火茶残香 我这边可能不是那么成熟问题了 请问您是在这里头是 有关火跟茶的一种感受吗 火茶残香它的意见是说 你要有怎么收获就要有怎么栽就是正面解除火茶残香的意见是是是 如果说香产草委是你有怎么栽种就会有怎么收获那就是互相为一个一个是因果关系一个是果因关系两个互为云果 是我觉得太好了这个如果说让年轻人阅读我想收获更多吧 是是是是是那我希望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来帮谢老师推广一下 让我们这本书啊能够更长销更卖主好不好 诗的意见有六个层次 就是持幽印眉 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一声静言 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凌空蝉动 这个是由浅入深啊 那最重要是要平易近人 朗朗上口大家都能懂 这是一首好诗 太棒太棒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谢老师 把这本书好好的推广出去 让所有人都能够好好阅读 能够体悟更深的道理 谢老师 谢谢老师 感谢 谢谢 谢谢 新书发表会 那其实这本 我想要返一下这本书啊 呃 呃 应该是说 谢老师他呃 所出版的书正式 呃 在对外发行 然后上市的第一本书 所以慎重其事的啊 我们就是特别邀请这些好朋友们 这些贵宾 我们一起从军运堂来听听谢老师 他如何产生出产出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我想他酝酝酝酝非常非常的久哦 因为呃 事实上里面呃 写的诗很多是 不要说少女情怀 少年情怀到现在 当然还很年轻啦 对啊 所以看不到说 其实呃 这个谢老师算是语文于目谋哦 如果从我们去看他的经历啊 他是 应该是呃 我这样才对 可是没想到他柔情万切吗 大家今天来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书对不对 哦 所以可以稍微翻翻翻看看哦 这个不一样的呃 呃 我们的谢老师 我们常常在讲说 诗以言之 其实 诗更多的是说起 柔情万切啊 哦那谢明辉不只是罗情万千 还豪情万丈 在这本诗集里面 我以前看的诗集 以前看的诗人 基本上都是大概谈自己的人生经历 谈这个自己的这个感情 啊 这个呃 悲欢喜乐都有 但是谢明辉这本诗集 他收集的题材 他所写的 他所写的 不只是个人 也写到社会 也写到国家 不只是台湾 也写到大部 他呃 呃 豪情万丈 啊 壮怀激烈 都在这本诗里面 今天在座各位嘉宾 呃 谢明辉啊 他今天的影书 我还没看过 那听说 啊 是内容丰富 诗实 啊 非常的亮性 内容啊 可以说 包含两岸 都在这 那么我看过 这位 这位 龙小军女校园员 他的口才便捷 这个 谢明辉 是第一名的 啊 好 谢谢啊 呃 呃 我属嘉宾一的有一本 但是我 事先跟他 恰过五十本 谢谢 谢谢 谢明辉先生啊 从外表上看起来 好像是一位 夫 武将 武将 但是 没想到 跟他结束之后 知道他的文学啊 非常好 他能够把这个 茶 用所谓的佛茶禅相 这样 这样来 禅述啊 这个 茶的这个 味道 让这个 茶的这个 提升啊 是他的这个 水素 那么 从 品毒方面来看啊 他不但是 文学基础非常的好 而且做人非常的诚恳 他做什么事啊 都非常认真 他经常会到我办公室去 跟我聊一聊 他的计划 是什么东西 那我只有支持 在支持 因为文学方面呢 真的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一个人支持没有 是大家支持 今天来参加谢明辉老师 是佛茶禅香 新书发表会 的贵宾非常非常多 除了前面几位发言外 后面也有多位发言 除了祝福谢老师的才学之外 更祝福他信说大卖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 才华横溢 妙语如珠的庄校长发言 我在他身上看到什么特色呢 他又是儒家 又是释迦 又是道家 你看儒家是什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出将入相 功臣灵舊 依景还乡 对不对 户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如家 道家 道家 如家 众人意 不一致富协贵 以我而乎义 那朱主席知道 不要几次有机会去内阁 我都会接 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接 我说我是道家 一致富协贵 也以我而乎义 啊什么叫释迦 释迦根本没有富贵 为什么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根本没有富贵这两个词啊 对不对 那在他身上看到的儒家 你看他对国民党 对中保民国 忠肝义坦 烈于青霜 极公子尽罪 舍我其谁 他有提到说 他有三次机会 立委已经在门头了 就离开 要是你是纯粹儒家的 可能会自杀 屈延就受不了啊 就去走了啊 为什么 因为纯儒家嘛 可是他有道家的人 飘力孝杀 所以他 他 豪漫超脱 获达开朗 对不对 来去自如 随意而安 道家 他有 释教的精神 看痛大千 了无虚空 所以他才能够写出怎么样 这些诗啊 所以儒家 道家释教 还有一家 拿一家 给我猜猜看 牌鼠 怕有还有蛮在这里 按一下 呀 要是没有育斩六七天 poster 神lov地际押 所以在他身上看到的四個字 那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我從他的身上看到這些 他的這些內涵會反映到他的書裡面 所以將來你再看這些詩的時候 就可以從這裡面看到 他是在什麼樣的心境哲學下裡面寫的 那他最像中國不在的詩人哪一位 最像誰 不是 你爸很慘不要 你爸很慘 他最像我看起來他最像誰你知道嗎 陸游 陸游身上也是有三個家 但是陸游不像你 你要不要跟我們家 陸游他跟唐皇前那個拆頭過嘛 他太太被他媽媽叫人家出去 所以他很痛苦 但是他這三家都有 你看他如家的話 當年萬里逆豐喉 拼馬樹兩州 對不對 光河目斷何處 塵漢就到處 欸 虎衛滅養 並以秋 淚空雨如家 他有沒有到家到家 為什麼 他一直要 北花嘛 可是皇帝不要啊 要佩安啊 他很痛苦怎麼辦 他只能走過來到家 所以他流山西村啊 墨賢農家 辣酒魂 豐年 流客足以淳 三窮水富一無路 柳安荒泥 也不足 你看到家的精神 後來他進入 釋迦 空凝了 他寫說 長安世上醉春風 撇叉 繁花 帽子很長很多花 那你聽到我才長很多花對不對 表示他已經不在意外在的感覺了 後面講說 看見人間啊 看見人間啊 心廢事 心生的心啊 廢除了 看見人間心廢事 是不成富貴 不成窮 你看 從那個詩詩裡面 我來印證 你的詩詩裡面的花花蟬蟬蟬 這樣裡面非常多 我覺得 我這樣再回來看你的詩詩 得到更多的感觸 我很開心啊 台灣有這樣的 詩詩差的人 也是我們台灣的詩歌 也祝我們的新生大媽 也祝大家一切如一 萬事如一 自從 書本電子化之後 買書的人 確實少了 當然 謝老師 也特別提到 新書大賣 大概超過六百本 就已經相當相當不錯了 當然 我們期待 不只是六百本 我們希望 將來是六千本 更期待 二刷 三刷 大家都能夠喜愛這本書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後 謝老師也開始簽書 今天來的貴賓 確實買了不少 陳列在桌上的書 也都銷售一空 我們祝福他 新書能夠買得很好 歡迎大家 踴躍訂閱 800 溫馨家族 並請 連選 小鈴鐺 選擇全部 謝謝大家